大家好,各位体制内的朋友好 今天主要是想和体制内的朋友来谈一谈心 谈一谈现在的国际局势 很多体制内的朋友有这么一种思维误区 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共是一个强势集团 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推翻他们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误解 中共我想告诉大家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弱势群体 大家要把眼光放得开一点 大家不要只盯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 自己关起门来称王称霸 大家把眼光扩展到整个世界 从整个世界政治格局来看待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中共现在就是世界上的一个弱势群体 而且这个弱势群体现在的处境非常的不妙 它遭到了很多强势集团的全面的围堵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命运已经是非常的不妙 已经是积极可为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最近刚刚发生的川普向中国宣布展开贸易战 这个贸易战的第一波就向中国6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 征收25%的高额的关税 那这一招出来之后 习近平当局就慌了神了 刚开始的时候还在嘴硬 说是我们一定要反击 那最后出来的反击措施是什么呢 很可笑 反击措施就是对30亿美元的 美国的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增加关税 一个是600亿 一个是30亿 大家想一想 这成比例吗 这个贸易战这么打下去 中共赢得了吗 当然赢不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川普那边的贸易战 他的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要平衡贸易赤字 那中国过去20多年 每年呢 都向美国倾销大量的廉价商品 主要是低端的商品 服装啊 鞋帽啊 家庭的日用品 那都是靠建卖中国人的劳动力 把它卖到美国去占领美国的市场 那么美国人确实是得到了一些廉价的商品 但是呢 他把美国的制造业受到了损害 美国低端产业的这些工人呢 他们的工作量减少了 这个对美国的政府来说 他们觉得是不能够接受的 现在啊 他要平衡这个贸易赤字 不让你们再倾销这种廉价商品了 这个贸易赤字的数字啊 是每年3000多亿到4000亿美金 这个数字啊 如果是得到平衡了 那么这就意味着 大量的这个外资的企业要撤离 意味着啊 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啊 它要崩溃 那也就意味着啊 中国这个人民币通货膨胀要失控 最后导致的整个这个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崩溃 中国现在对外出口啊 是占到中国经济的30%以上的这个比例 如果这个对外出口不能够正常的运作 如果是对外出口啊 出现了这么大的危机 那么中国这个经济啊 怎么可能发展下去呢 在这场贸易战当中啊 习近平当局他有没有还手之力呢 你看看 中国向美国进口的这些产品 农产品 这个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啊 第二个呢 是能源 第三个是高科技 这也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如果是美国向中国啊 停止出口这些产品 那么中国马上就陷入了粮食危机 陷入了能源危机 陷入了科技产品的危机 那我们甚至是生产不出来自己的手机 生产不出来自己的电脑 所以说呢 所谓的贸易战 它的本质啊 实际上是美国以极强的优势 在对中共进行一个制裁 这完全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当中啊 强势的一方连连出手 而弱势的这一方啊 毫无还手之力 不仅仅是在经济上 美国对中共进行打击 而且在政治上呢 还要进行全面的围堵 现在啊 在中国的周边啊 日本 台湾、韩国、越南、缅甸 印尼、新加坡、印度 一直到欧洲 已经连成了一条线 这条线呢 全面的全面的在对中共进行围堵 你们可能说啊 我们现在不是还有两个盟国吗 你看俄罗斯和北韩 现在呢 北韩的这个独裁者 金正恩 刚刚访问完中国 这是我们的盟友啊 有这两个盟友 就可以和西方抗衡呢 大家不要搞错了啊 金正恩访华 这实际上啊 这实际上是习近平呢 走的一步非常差的棋 这步差的棋呢 他差在哪里呢 金正恩在现在在国际上啊 已经是过街老鼠了 已经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而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 都绝对不会邀请他去访问的 那习近平邀请他访问 就是自己把自己 摆在一个全世界的对立面 那么他这样子在世界上 能够得到支持吗 当然不能 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 通过这一次的举动 又再一次的往下滑 已经快要滑到谷底了 那么他为什么要邀请金正恩来访华呢 这是因为啊 他在贸易战当中啊 对美国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所以要让金正恩来 给他打一打气 要让中国的那些官僚体系啊 让他们看见 哎呀我习近平呢 现在还是有办法的 还是有一个啊 对抗美国的武器 那就是金正恩 这招会有用吗 当然没有用 美国他现在表面上看起来 是在对付朝鲜 实际上啊 是在对付朝鲜背后的那个中共政权 如果中共政权崩溃了 那么朝鲜自然的也就没有办法独自存在 就会乖乖的举手投降 所以这个道理啊 美国人当然明白 那么美国人呢 当然明白了之后呢 他当然就要按照这个思路去走 所以美国人长期以来 他对朝鲜呢 有一些压力 但是呢 最重要的 现在他们要解决的是中共 而不是朝鲜 所以啊 各位体制内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认识到 习近平 他把金正恩拉到中国 实际上是在损害中共 在国际上的形象 他们只是想呢 得到你们的认可 他只是想呢 欺骗你们 只是想告诉你们呢 他现在还有办法 实际上他现在已经走向了绝境 完全没有办法 应付这个国际局势了 即使是退一万步说 俄罗斯 中共和北韩的 形成了一个稳固的联盟 但是呢 大家想一想 他能够和整个美国 和整个西方世界 代表这个普世价值的这些国家 能够跟他们抗衡吗 从经济上来说 这三个国家 他的经济实力 还不及美国和他的盟友的 十分之一 他的军事实力 也不及美国和他的盟友的 十分之一 而政治影响力就更不用说了 连百分之一都达不到 在这种势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 他怎么可能和西方自由世界抗衡呢 这是一股世界潮流 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 已经到了一个转折关头 人类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的 专制制度 现在马上就要灭亡了 马上就要绝迹了 现在就剩下极少数的几个国家 那么中国是其中最最最重要的 是一个专制的堡垒 一旦这个堡垒被攻破了 一旦这个堡垒崩溃了 世界上所有的那些小的专制政权 很快就会灰飞烟灭 那么人类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就是民主自由的历史纪元 当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都成为民主自由国家的时候 那么对外战争就不再存在了 人类就进入了一个和平的千禧年 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历史的潮流 那么在这股历史潮流面前 你们认为习近平他能够挡得住吗 习近平中共能够挡得住吗 当然挡不住 你们认为世界上那么多的民主自由国家 会放任这几个专制政权 继续横行霸道下去吗 当然不会 所以在这个历史大潮面前 中共已经成了所有的人类文明的一个盼角石 也成了所有的正义力量的 要围剿的一个对象 认清这种形式 对大家对所有的人对你们自己都有好处 中共过去的崛起是利用了一个国际局势 当年二战结束以后 形成了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对立的这么一个国际格局 那么中共是欺骗了美国和西方世界 它让他们误以为中共是一个主张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团体 那么所以这个美国在中共在中国的内战当中放弃了对国民党的支持 而中共暗中的得到了苏联的大力的武器上面的和政治上面的支持 人员上面的支持 所以赢得了这场内战 实际上不是一场内战 是共产极权和民主自由世界的一场战争 在那场战争当中流于美国和西方盟国的失误 中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但是现在形势完全变了 经过了这么多年 西方民主自由世界已经认识到 中共并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而改变它自己专制的本质 不仅不改变 而且它还要在全世界想扩张这种专制 还要利用这种专制力量来破坏国际政治格局 破坏国际经济格局 现在所有的这些西方国家 他们都觉得已经受够了 现在必须做出反击 而一旦他们做出反击 这个力度就非常之大 他们有绝对的力量的优势 一定要把这一场 这个对专制的战争一定要进行到底 现在的贸易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那么当这种国际格局来到之后 中共它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过去有两句诗叫做 时来天地皆同利 运去英雄不自由 在这种国际格局下 即使是中共内部出现了 有天大本事的英雄豪杰 你都没有办法挽救中共这个父王的命运 更何况是那个不学无术的 盲横无礼的习近平在当政 更何况中共现在整个体制内 已经陷入了一片荒乱 更何况中国的官僚体系 已经变成了一个溜须拍马 无耻逢淫的一个权力集团 怎么可能能够把中国带向一个好的方向呢 怎么可能和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力量来对垒呢 怎么可能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呢 所以各位体制内的朋友 大家要认清到这样的一个现实 就是这个政权现在已经是一个弱势群体了 你们要为自己后半生打算 所谓食食物者为俊杰 现在最大的食物啊 就是中共已经到了它的末期 前面的日子所胜无几 现在大家要及时的选边站 历史大变局即将要到来 一定要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 也要看到啊 不仅是国际格局是如此 国内的政治气候对中共也是非常的不利 现在啊民怨沸腾 群体性的抗争呢 席卷全国 虽然这些力量呢还很分散 但是民间会想到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建立了一个全民共振平台 目的就是要把全国各地 各阶层的那些分散的抗争 把他们呢串联起来 把他们连成一片 把他们的频率 行动的频率调整的一致 让他们在同一个时间 让他们在少数的地点能够集中起来 我们把这些民间抗争的鞭炮 把它聚集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 威力强大的炸弹 这个炸弹呢 一定会把中共政权这个体制 把它炸毁 所以啊希望你们认清到这样一个现实 无论是在国际格局上面 还是在国内的形势上面 中共现在都已经处于一个 内外交困的一个境地 很快就会出现危机 历史的大变局很快就会到来 希望你们在这个历史的大变局当中啊 挽救你们自己的命运 占到人民的一边 好谢谢大家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